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气候事项 说气候事项 我们在前面其实很多的知识点介绍的时候 都有涉及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它 先来看气候事项7是什么意思 它主要指的是财务报表日 就是这一天在它之后可能发生的一些事项 那么我们注册会议室报表审计 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审的是 12月31号这一天的资产负债表 以及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一段时间的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权益变动表等等 还有相应的附助 那为什么还要去关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 对应着相应的事项呢 我们先来看看定义 旧事项指的是财务报表日 以它为界限 在这个日之后 到哪呢 到审计报告日 之间发生的事项 另外呢 就是注册会议室 在审计报告日之后 知悉的事实 也就是说你看 它相当于 说这个事项呢 是在 比如说 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一段时间 是财务报表的这个期间 对吧 然后呢 这一天的资产负债表 和这一段时间的 对应着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的一个反应 对不对 那在这一天之后 看啊 到比如说 我3月15号给你出了审计报告 在这一天到这段时间 发生的 发生这个词 什么意思 就是新事 新出来的事 对吧 或者是有进展的事 叫做发生的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审计报告日之后 这一天之后 知悉的事实 知悉的事实 也就是说 这个事项呢 是在这一段时间的 对吧 就从这个事件以后的 可能是发生的 也可能是在这个事件以后 我知道的 这个知道往往是什么 就是之前已经发生了 对吧 这个叫做气候事项 那么 为什么要关注气候事项呢 我们来看看啊 继续来看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 说比如1月1号 1月1号啊 是这一个报表期间的开始 对吧 到12月31号啊 是这个报表期间的结束 比如说 某一个事件 在12月31号之前 发生了 对吧 才报表之前发生了 假设 就是被审单位 遭到了诉讼 被诉讼了 那么大家想啊 对于这个事件 我们在12月31号的时候 可能的 在报表当中 披露的情况是什么 比如说在付诸当中披露 对吧 还有可能是说 可以禁表了 比如说 以预计负债的方式来披露 对不对 所以在12月31号 这一天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事件 没有追踪判决的话 哎 有可能是以付诸的形式 有可能是以 这个资产负债表当中的 预计负债这个科目 来披露 这个事件的影响 对吧 那么再往下看啊 比如说 12月31号之后 这个事件一 有了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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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对应着的 比如说这个事 真的是被判决了 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在 审计报告日 看啊 我在审计报告日是 3月31号 出的审计报告 对吧 也就是说 在我的这个审计报告 出举之前 对应着这个事件一 它有了新的结果 而 在12月31号 这一天的报表呢 却写的可能就是 在付诸当中 做了一个披露 对吧 而在此期间 这个事已经判了 比如说 比如罚款了 那么对应着 应该是在报表当中 体现出 它的罚款的 这个事来 对吧 你想 我这样的话 才能够 让这个相应的 报表使用者 了解他最新的 最近的这样一个结果 对吗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 就是说 在审计报告日之间 发生了一个事 这个事呢 相当于是 在资产负债表 之前就已经有了的 然后呢 只不过有了新进展 我们在会计上 叫做什么 叫做财务报表日后 调整事项 对吧 我们说报表 按照准则的规定 是要去做调整的 那同样 注册会计师呢 应该要考虑 他是不是真的调整了呀 是不是按照准则调整啊 又说准则要求他调整的 如果他没有调整 那就说明 没有按照准则的来 对吧 那就说没有错报啊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你看我们在这 有了一个事件二 这个事件二呢 可能跟事件一 跟事件一是独立的 对吧 你看他在 资产负债表之前 他没有事件二 任何这个情况 任何问题 只不过说 在资产负债表之后 发生了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对12月37号 这个报表 本身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这个事件 我们说 在审计报表之前 发生的 对吧 而这个事件 我们按照准则的规定说 他属于财务报表日后 非调整的事项 这个事件比较重大 我们讲 也应当在 财务报表当中 给他披露出来 因为他不影响报表 不影响 12月31号的 具体的情况 你看事件一 他是12月31号 新进展 对吧 而事件二 跟12月31号的报表 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对于报表理解 报表使用者理解 报表来说 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作为 财务报表日后 非调整事项 主要要求他 要在报表当中 进行披露 而作为注册会计师而言 我们就要去关注 他该披露的 披露了吗 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去 关注气候事项 其实主要的就是 基于准则的规定 这些事项 按照准则的要求 该调整报表项目 要调整 该在报表当中 该披露就要披露 那注册会计师就要去看了 准则既然就这么规定 他如果没做的话 那不就违背准则 就有错报了吗 那这是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本来这些事项 作为报表使用者而言 是应该告诉他的 因为这些事项 要么是新进展 对吧 要么就是 对于报表使用者而言 虽然他不是这个 时间点存在事项的新进展 但是他是对报表使用者 理解今年的相关情况 来说非常的重要 对吧 那么相对而言呢 这个 出色快计师认为 你该披露的 也要披露 所以说 我们讲啊 这就是气候事项 关注的一个意义 那当然呢 我们再介绍 对于气候事项 关注的一些具体程序的介绍 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 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 一个曹宝有日后 调整事项和非调整事项 其实 是调整的事项 还是非调整事项呢 主要基于说 这个资产负债表日 相关的事项 是不是已经存在 如果说 在12月31号这一天 相关的事情 已经存在了 对吧 而在 曹宝有日之后呢 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呢 这个事项有了新进展 那我们将它称为这个 曹宝有日后调整事项 那这类事项 既被 这个 费水仁大卫管理层 确定为 账户余额的 相关的这个提供信息 同时呢 也为著作会议师 核实这些议额 提供了补充的证据 是吧 相当于 这属于资产负债表日 已经有的事项的 一个新的进展 那按照主则的规定 你要去调整报表 对不对 而如果说 这个金额 是重大的话 那该报表调整 就要去调整 对吧 那如果不调整 那就说明 没有按照主则来 那就存在错报 那么对于 这个非调整事项 它说的是什么呢 什么呢 就是啊 这类事项呢 在12月31号 没有相关的一个情况 对吧 它不影响到 财务报表日的 相关的财务状况 因此呢 不要去调本期的报表 但是呢 这个事项我们说 对于 这个 报表使用者而言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 这个财务报表的 相关的这个 情况 如果说你不去 在报表中披露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 导致报表使用者误解 对吧 因此呢 我们说 你不用调报表 但是呢 要进行一个 适当形式的一个披露 当然说到这儿 你可能还不是理解哈 那我们就来看看 相应的举例 比如说 这属于日后调整之下的 就是在报表日的时候呢 已经有了相关的情况 到后边呢 有了新进展 啊 第一个例子 说在曹报表日后 诉讼案件结案了 这不就是刚才我们举的吗 在1231号的时候呢 这个案件还在那悬而未决呢 结果呢 没想到很快 1月6号就判了 判该赔多少钱 赔多少钱 对吧 那么相当于在 法院呢 在这个1月6号 也就是说 曹报表日之后 证实了 他的判决 证实了在曹报表日的时候 已经存在的现实义务 因为那个时候 报表当中 比如说已经在 付出当中披露出来了 存在这样一个 未决诉讼的情况 对吧 但是到1月5号 1月6号有了新的进展 那么你该调整就要调整 比如说 确定为一项 其他应付款呀 甚至于你支付了之后啊 该做报表当中的 相关的科目 做调整就要做调整 对吧 那这属于一个 曹报表日之后的调整之项 啊 那么第二个就属于 曹报表日后 取得了确凿证据 比如说 表明某项资产在曹报表日呢 已经发生了减值 或者是需要调整 该资产原先确认的 减值的金额 啊 就是说 要么就是 他报表日的时候 没有确认减值 啊 但是我通过证据发现 在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有这个减值的迹象了 已经有这个减值的证据表明 他已经减值了 他没提 或者提的还不够 对吧 那这些呢 都属于在曹报表日之后 发现的 但是这个事项实际上是什么 是在曹报表日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对吧 啊 那这个跟上面还不太一样 上面这个是新进展 这个是发现了 他在那个时候 已经有了问题了 对吧 那第三个呢 就是曹报表日后 进一步确定了曹报表日 之前购入资产的成本 或者是资产的收入 啊 相当于有了新的结果了 对吧 比如说在曹报表日的时候呢 某一项资产 还是暂雇入价的 对吧 但是到没过几天 人家发票来了 啊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曹报表日之后呢 发现了 产欧报表的差错 或者是舞弊 比如说 在曹报表日之前 已经确认了一项收入 啊 在曹报表日之后 至审计报告日之间呢 所取得的这个证据表明啊 这项商品呢 卖出去了 却被退回来了 那么你那个收入 是不是就要该做出 相应的调整啊 这些都属于曹报表日之后的 调整事项 就是对应着在曹报表日的 相关的记录 有了新的进展 或者是 发现他那一天 有一些问题 已经存在了 对不对 那么你要做出 对报表的相关的一个调整啊 那么第二个叫做 财务报表日之后的 非调整事项 我们说这些事项呢 是在曹报表日的时候 是没有的啊 但是你像 比如说 1月5号 这个企业面临着中大诉讼啊 1月7号 这个企业呢 因为自然灾害 导致了资产的严重回损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1月10号的时候 这个体验进行了一个 这种合并 或者是子公司的一个处置 对吧 那这些事项呢 对于12月31号那一天 没有什么影响啊 但是审计报告还没出来 但是这些事项 对于我们 报表使用者 理解报表来说 非常的重要啊 那正好就发生在这个当口 那我们作为注册快事而言呢 我们就要求你啊 按照准则的规定也是 你要在报表当中 恰当的位置 给它披露出来 是吧 你不用去调报表啊 但是在财务报告的 比如说付诸当中 把这些事项给它披露出来 因为这些事项 也是按照准则的规定啊 要求你披露的 也是对于报表使用者 理解这个企业的相关情况来说呢 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当然不管是查报表日后调整事项 还是非调整事项啊 在审计报告日出来 审计报告日之前 也就是出审计报告之前呢 一旦发生了之后 我们就要求管理层 按照指责的规定也是管理层 该调报表要调报表 对吧 该披露要披露 那如果他不披露的话 那诸子快事就说 这个报表是有错报的 对不对 这就属于相应的这个气候事项 对吧 当然按照这个时间划分呢 我们将这个气候事项 又划分成了第一时段的气候事项 第二时段的气候事项 和第三时段的气候事项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说按照这个定义上来看 按照气候事项定义来看 我们说这个气候事项 就指的是财报表日至审计报告日 这之间发生的 对吧 你看不管是调整事项 发生的新进展 或者是非调整事项 发生的需要披露的 对不对 都是在这个时间段 发生的 发生的啊 那么第二时段的气候事项 和第三时段的气候事项 指的是什么呢 他说了 气候事项还包括了 审计报告日之后 知悉的 知悉的 什么叫什么叫知悉 知悉跟发生的重大不同 就在于发生是新发生的 对吧 而知悉的往往是什么 往往是说 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诸子快事可能并不知道 是在这儿或者是这儿才知道的 对吧 但是知悉的这个事呢 实际上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了 而且存在的话 对于诸子快事出这个审计报告来说 是会有影响的 因为我们出审计报告 是在这个时间点 是最终出这个审计报告 对吧 当然呢 你说如果后边这些事项 我们知道了之后 我们可能就会影响到 我出这个审计报告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后边 这两个时间段 往往叫做知悉的事实 知悉的事实就是 在那个时间点 可能已经都已经存在了 明白吗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将它划分为了 这三个时间段 这三个时间段重要的节点 就是一个是审计报告日 一个是财报的报处日 你看审计报告日是什么 审计报告日是注册快事 出具审计报告的这个日期 对吧 我对被审计单位 到底出一个什么样的审计意见啊 我是基于前面被审计单位的 报表当中 财务报告当中的 相关情况来出的 对吧 它有没有重大错报啊 它有没有审计 我有没有审计范围受限呢 那基于这些呢 我们来决定是出 无保留意见 还是非无保留意见 对吧 这是注册会计师 一个非常里程碑式的 一个时间点 因为在此之前 注册会计师是对于我 出什么意见 是有绝对主动权的 对不对 而一旦审计报告出来之后 什么样的类型的审计意见 对吧 这个时间点是什么呢 这个时间点是说 财务报表 有没有公之于众 在此之前 财务报表 仅限于注册会计师 和被审计单位知道 对吧 而到这个时间点之后 财务报表 携带着这个审计报告 往往就都 全部都给资本市场当中去了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可以这么说 对吧 所以这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注册会计师 重要的时间点 一个是被审计单位 重要的时间点 我们基于它 来划分了这样 一个三个时间段 那么我们为什么 要这么划分 刚才我们有了一个 简单的解释 我们随着对于 各个时间段的 相应的事项的 一个注册会计师的 责任的一个介绍 大家应该会更清楚 为什么要这么划分 当然对应着 这些时间段的划分当中 也这些重要的时间点 我们还要做一些 相应的名词的解释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 首先 财务报表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吧 它指的是 12月31号往往 就12月31号 就是我们这个 报表 涵盖的 最近期间的一个 截止日期 那么 财务报表 批准日呢 在这 财务报表批准日呢 在这 哦 它跟审计报告日 是同一天 就什么呢 就说啊 这个注册会计师 在前面的工作 都做的差不多了 该沟通的也沟通了 这个相应的程序 也该做都做了 对吧 跟管理层 这个让他去改报表 这个错报呢 有的也该改的 也都改了 是吧 当然也有可能 有些没改的 那不管怎么着呢 注册会计师 这个报表 拿去开会去了 对吧 开会呢 就是你背审计单位 自己啊 要先批准 你的这个财务报表 对吧 你批准完了以后 相当于 你自己背审计单位 对这个报表 就负责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开会的时候 就跟背审计单位 相关的高层 去开会了啊 然后背审计单位 自己先把自己的报表批准了 然后呢 注册会计师 其实相当于 我也知道 你这个批准的报表是什么 对吧 我就是基于这个报表 我出的神经意见 你批准完了之后 你自己对他相当于批准了 就相当于盖上张了 承担了整个的公司 从上到下都承担责任了 对吧 然后呢 我注册会计师 就在此时此刻 告诉你们 我们就基于这个财务报表 我们出了一个什么样的 审计报告 对吧 所以呢 他俩往往就是一个会上 出来的啊 一个会上出来的 而得先他 他先批准了 我再告诉你 我的审计报告 对吧 我一定是基于 你批准完了这个 这个财务报表之后 我再来注册报告的啊 这叫做财务报表的 批准日啊 它是指的是 构成整套财务报表的 所有报表 以编制完成啊 并且呢 被审计单位 董事会 管理层或类似机构 已经认可其 对报表负责的 这样一个日期 对吧 你看这不是刚才 我们说那个道理吗 他批准了就相当于 他盖上负责了 对不对 那实物当中呢 他俩通常是一天 对吧 但是他不能比他早啊 他可以批准完之后 再出审计报告 但是不能说 这个报表还没批准呢 我就审计报告就出来 那肯定不行啊 那么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就是财务报表批准日 和审计报告日 我们说审计报告日呢 不能比他早 可以跟他是同一天 一定是在他批准完了之后 我再出审计报告 我们说审计报告 不能比他早 同样审计报告 也不能早于注射快试 获取充分失道的诊纪证据 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对报表形成 审计意见的日期 所以你看啊 对报表形成 审计意见的日期 和审计报告日 也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啊 就是形成了审计意见之后 再这个审计报告 对吧 审计报告日 再审计报告日 那么财务报表 报出日是什么呢 就在这了哈 就是这个会开完了 那往往我们也会 确定一个日期 就是啊 我们开完会说 我们你定于什么什么时候 把这个报表 给他报出去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相当于 只是在我们企业内部 和注射快试层面 对这个报表批准了 出了审计报告了 对吧 然后呢 过一段时间 才会出这个财务报表 报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才是财务报表报出日 他指的是审计报告 和以审的财务报表 提供给第三方的日期 往往就是 比如说 在这个网站上 公布给资本市场 这样一个日期 这是对这几个概念的 一个解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分别的关注一下 这三个时间段的 气候事项 首先是第一时段的 气候事项 我们来看啊 第一时段的气候事项 是财务报表日 至审计报告日 对吧 我们注射快试 去被审单位 去进行相应的 一个审计的工作 只要我的审计报告 没有出来 那这个时候 我出什么类型的审计意见 都在我注射快试 自己的主动 全握在手里 对吧 所以这属于 第一时段气候事项 那么大家想一想 在第一时段 我们按照财务报表日后 调整事项 和非调整事项 这样一个准备的要求 如果发生了调整事项 或非调整事项的话 那么被审计单位 是不是都应该 去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和这个修改啊 该修改修改 该披露披露 对吧 那如果他不去调整 不去披露的话 相当于报表就有错呀 对不对 那注射快试 现在审计意见没出来 对吧 那注射快试 就要去干嘛 看看考虑 他对审计的影响 对吧 所以对于第一个时段来说 注射快试 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积极的主动的 因为他审计报告 还没有出来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审计意见 注射快试 还没有告诉对方 对不对 这就是第一时段气候事项 所以 作为注射快试而言 对于第一时段的气候事项 叫做 富有主动识别的义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审计意见 还没有公布给被审计大卫 所以 你应当专门设计 专门的审计程序 来识别这些气候事项 不管是 日后调整事项 还是非调整事项 不管是需要调整 报表的 还是需要披露的 你都要设计专门的程序 来识别这些事项 并且根据这些事项的性质 来判断 他对报表的影响 那究竟他到底是需要调整的呢 还是需要披露的呢 对吧 那被审单位 该调整调整了吗 该披露披露了吗 对吧 那么 这是作为第一时段气候事项 注射快试责任 叫做主动识别 来确定 是不是按照准则的规定 该调整调整 该披露披露了 当然 注射快试 不需要对于之前 已经实施的审计程序 并且得出满一个结论的事项 追加审计程序 那么 怎么样来识别这个气候事项呢 我们来看看啊 针对气候事项 首先从实践上而言 对他实施专门程序的时间 应当是越早越好 还是越晚越好 你看 在这儿画这个时间 1月1号 12月31号 对吧 我们就先这么画啊 那个 比如说 我们打算是3月15号出 那么我们针对这个气候事项 第一时段气候事项 我们实施的程序是 越靠近这儿越好 还是越靠近这儿越好 当然是越靠近这儿越好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了 我们是在这个时间出实际报告 对吧 我们说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你看 这段时间 如果我们越靠近他出的话 我们是不是相对来说 把这段时间可能发生的 该调整的 该披露的事项 都要去关注到 对吧 反而如果你接近 这个时间点的话 会带来什么影响 你在这实施了程序 结果在此之后 这段时间 仍然是属于你要主动识别的 这个范围的内容 对不对 结果你什么都没有去管 那么你不就是 该做的没有做吗 对吧 所以针对于第一次段 的气候事项 注册会议师 专门的审计程序的实施时间 应当是越接近 审计报告日越好 就是离审计报告日越短 然后呢 相对来说 这个对于你 注册会议师而言 是越有好处的 免得夜长梦多 你实施完了 气候事项的 相对程序了 专门程序了 结果过了 好长时间你才出这个审计报告 那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项 没去识别 那不就漏了吗 是不是 离审计报告日越近 意味着离 财报表日越远 被审计单位 在这时间内 累积的相应的情况 你获取的证据就越充分 对吧 你这个 遗漏事项的可能性就越小 那么当然在确定 这个相应的 实施的专门审计程序的 性质和范围的时候呢 我们要基于风险评估的结果 对吧 风险评估结果越高的话 那么你对应这个程序的性质范围 要给予更加充分的一个 关注和应用 对吧 然后来确定 那么具体程序我们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先去了解 看在这里有一个叫做 应当包括的 就是对应着第一时段 气候事项 我们是主动识别 怎么主动识别呢 我们先去了解 被审计单位自己有没有 设立相应的程序 来识别这个气候事项 对吧 如果他有的话 那我就要去看看 你的这个程序 对于识别气候事项而言 到底是恰不恰当的 那么同时我还可以基于 他的这个程序的 一个识别的结果 来帮着我去 看看他有哪些气候事项 对吧 所以先去了解 被审计单位自己本身 建立这个识别气候事项的程序 那第二个就是通过询问 来问管理层和治理层 来看看是不是已发生了 可能影响财务报表的 气候事项 那么通过这个询问呢 来帮助住宿会计时 来看看是不是 可能有一些 对于当前12月31号相应的 这个财务处理的结果 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啊 有了一些这个新的情况 对吧 从事呢 还可以看看是不是有一些 新的承诺呀 借贷呀 或者担保等等啊 那这些呢 是通过询问的方式 来获取气候事项的途径 那第三个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查阅 被审单位的会议纪要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被审单位 他们可能在这段时间之内 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债务重组 或者是兼并了一个子公司 对不对 那么或者是处置了一个子公司啊 兼并了一个新的公司过来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这个很多的途径都没有 问也没问到 然后呢 其他的途径也没有办到 没有获取到 对吧 但是他像这些事项 往往会在被审单位 他的这个会议纪要当中 会记录下来 因为他会开会呀 对不对 开会就会记录会议纪要 那我就可以通过查他在 采往往日后的这种 会议纪要的方式来获取到 看看是不是有一些 发生的 发现的 这个还有就是新发生的 一些新的情况 对吧 新的事项 然后呢 我们来进行 这个对于气候事项的一个获取 来主动识别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查阅备被审单位 最近的中期采往报表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 比如说我们12月31号这一天 对吧 然后呢 对应着的第一季的季报 啊 3月31号的 如果我们的这个审计意见 审计报告是在4月 打算在4月15号出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时候就非常有可能啊 他的第一季度的季报已经出来了 那么对应着第一季度的季报 当中就可能会披露 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在新一个快年度当中的第一个季度 这段时间之内 相应的发生的事项啊 等等 而这些事项可能就属于 你应该在12月31号 就是2021年 这一年采往报表当中 相应的一些事项的新进展 对吧 也有可能是 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 但是呢 这个事项又比较重要 可能属于2021年 曹报表日后的非调整事项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通过阅读 比如说第一季报 这种中期报告的方式 也能够获取到 这种气候事项啊 该调整的调整 该披露的披露的事项 对不对 所以这几个都属于我们在 主动识别第一时段 气候事项应当实施的程序 再重复一遍 了解管理层 为确保识别 气候事项而建立的程序 询问管理层和治理层 对吧 然后呢 再去查阅会议记录 以及查阅被审计单位的 中期 最近的中期曹报表 啊 OK 那么前面这四个是属于应当执行的 后边再来看是可能认为 有必要执行的 适当的一些程序 比如说 查阅被审单位在曹报表日后 最近期间内的预算呢 现金流量的预测呀 和其他相关的管理报告啊 那通过这些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来 确定一下 这个是不是 有对应着一些 新进发生的情况啊 需要在报表当中 该调整调整 该披露披露啊 对吧 比如说 就索赔和诉讼事项询问 被审单位这种法律顾问啊 或者是扩大之前的这种 查询的范围 对吧 通过这些来帮着 我注册快试试确定 是不是有了在资产复杂表日相关的这种诉讼案件的新进展呀 或者是新的诉讼 对于报表使用者而言 有比较大的这种影响的 那还有就是考虑是否有必要获取涵盖了特定气候事项的书面声明 来支持相应的这个证据啊 这属于可能考虑需要执行的程序 那么通过前面那些程序 我们确实发现了 在这段时间 12月31号到我出审计报告日之前啊 这段时间 真的有重大事项 就是这个查报表日后调整事项或者非调整事项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注册快试试就要考虑啊 那既然有这个事项 被审单位 该调整的调整了吗 该披露的披露了吗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先去关注 被审单位是否已在报表中做出了适当的调整啊 当然如果是调整事项的话 那就调报表去 如果是非调整事项的话呢 就是要去披露啊 那么就说当我知道有这种事项的时候 我就先去看报表 看看他有没有做出样影的调整和披露来 同时呢 我们还要让管理层给我做声明 声明啊 确实是在查报表日之后 发生的该调整该披露的事项 都做出了电影的调整和披露 那么这是第一时段的气候事项 作为注册快试叫做主动识别 通过运用各种程序来看看 他该调整调整了吗 该披露披露了吗 这是第一时段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时段的气候事项 第二时段的气候事项呢 大家来看是什么时候啊 审计报告日至曹报表爆出 这段时间相当于被审单位 已经知道了我给他出了一个什么样的 类型的审计意见了 对吧 但是呢 毕竟这个时候只有他知道 我知道 也是只有他知道这个曹报表和我知道曹报表 因为报表还没有报给资本市场当中去 对吧 相当于有一点点的 这个小纠结了 因为相对来说 所以诸宿快事而言 已经让对方知道 我给他出什么样的类型的审计意见了 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 我们说 作为第二时段的气候事项 诸宿快事已经没有义务 针对曹报表 实施任何的这个审计程序了 是吧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在曹报表日之后啊 我们相当于什么样的审计意见 什么类型的审计意见 我们已经告知给被审单位了 所以我们没有义务了 对吧 因此呢 对于这个第二时段的气候事项 我们诸宿快事叫做 被动识别 叫做被动识别 那么 这样的话 是不是作为诸宿快事而言 就可以听之认知什么都不管了呢 也并不是 为什么 因为 其实诸宿快事还是一个 非常负责任的这样一个职业 是吧 首先呢 在这个时间当中 虽然我审计报告 已经告诉了被审计单位了 我给你出了什么样的 类型的审计意见 但是毕竟别人不知道 被审计单位的 这个报表内容有报出去 是吧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当中 我知道 被审计单位的情况 这个情况呢 如果我在 审计报告之前知道的话 那我可能就要考虑 出去 相应的 跟我刚刚出几个审计报告 不同的这种意见类型 对吧 所以你想这个事情 其实还是蛮重大的 对不对 所以作为诸宿快事而言呢 既然报表还没有报出去 我 虽然是没有义务 去对它实施程序 我要被动识别 但是作为诸宿快事而言 还要有相应的一个考虑 是吧 就是这个事情呢 说 诸宿快事在审计报告日之后 至报表报出之前 知悉了这个事实 且若在审计报告日 知悉就可能导致修盖审计报告 对吧 相当于这个事情 虽然是我在这个时候知道的 但这个事情可能在此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 对不对 在此之前就存在了 然后呢 我在这个时间点 出审计报告的时候 因为这个事情 我要那个时候知道 可能就已经影响到 我的审计报告了 对吧 所以作为诸宿快事而言 我虽然没有义务 这个去实施相应的程序 我也是被动识别的 但如果我一旦知道的话 我该考虑 要去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做相应的调整 那么就要采取 比如说 我跟观力层治理层沟通 说你看 现在我们审计报告 虽然给你了 但是这个事呢 我前面不知道 如果我那个时候知道的话呢 我就要给你出 比如说非不保留意见的 这种审计意见 对吧 然后去跟你讨论 你这个事 我觉得你得对应着 去改这个报表 对吧 你去改 因为这个事情 是在我审计报告之前 就已经发生了的 那跟他下去讨论 对吧 并且确定 报表是否需要修改 如果修改的话呢 问问 你们怎么样 打算怎么样修改啊 其实就是确定一下 需要不需要改啊 改的话 他能不能改成 这个满意的一个结果 是吧 那我们就要看看啊 分成不同的情况 来进行讨论 其实也是住宿快吃 可能有的时候 还比较开心 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受了 对吧 因为审计报告 已经给了对方了呀 我有点被动了已经 好 这个时候 如果管理层修改 查报表 看我给他 举了个大拇指 他就说 这个 住宿快吃 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啊 虽然我审计报告 已经给他了 而如果在我知道 这个给他审计报告之前 这个事情 如果知道的话 我就不会出 这个审计意见 对吧 但是现在呢 我已经给他了 但人家被审计单位 管理层还挺好的 人家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 人家该改就改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作为 住宿快吃而言 还是比较满意的 你看啊 对应的分两个情形 第一个 如果管理层修改 财务报表 住宿快吃呢 应当将 用以识别 第一时段的 气候事项的审计程序 延伸至 新的审计报告日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啊 比如说 这是审计报告日 对吧 3月15号 然后事儿呢 是在这个时间点 我才知道的 我知道的 对吧 而实际上 它可能在这个时间点 已经发生了 我不知道 然后我是在这个时间点 知道的 相当于第二时段 对吗 那现在呢 我们说啊 管理层 我知道了 管理层人家也确定要改了 是吧 那住宿快吃呢 看到这是第一种情形 就是住宿快吃 将用以识别 第一时段的气候事项的 相当的程序 延伸至 新的审计报告日 就是说 它不是改吗 我可能要出 新的审计报告了 对吧 因为相应的 它的报表 也做出修改了 它报表一修改的话 那么对应着的 我要基于新的报表 对吧 然后呢 我基于修改后的 财务报表 来出具新的审计报告 而且要求的是 我把这个第一时段的程序 延伸到第二时段 延伸到这个 新的审计报告日 那么这个新的审计报告日 被批准了 对吧 我们说一定是 财务报表被批准之后 我们采出审计报告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 要在出新的审计报告之前 首先他要批准了 这个新修改的报表 同时呢 我们要获取 充分实际证据 来确信 这个管理层 确实对这个气候事项 做出了相应的 该调整调整 该披露披露 对吧 这是整体上都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在法律法规 或者是编制基础 未禁止的情况下 管理层的修改 仅限于反映 导致修改的 气候事项的影响 还有就是 董事会和管理层 或类似机构呢 也是仅对有关修改 进行批准 这个是相当于 叫做局部的修改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注册会计师啊 就可以仅针对 有关修改 将用以识别 气候事项的 这个第一时段的程序 延伸至新的审计报告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修改审计报告 针对曹报表 修改的部分 它增加补充 报告日期 听到有两个报告日期 原来那个报告日期 继续保留着 对吧 他不是后边 又做出了一些修改吗 那么他仅针对 这个气候事项 做了修改 那么也针对 气候事项做了批准 那OK 我也仅针对 气候事项 来给他实现的程序 对吧 他原来这个审计报告日 不变 然后呢 我就针对这个修改啊 出一个新的审计报告啊 增加补充报告日期啊 然后呢 表明 朱特快计师 对气候事项事项的程序 仅限于 他所做出的 相应的一个修改啊 你想 这样的话 实际上 就是让大家也能够明白啊 你看 他为什么有两个审计报告日啊 前面那个审计报告日呢 是基于前边的 对吧 然后后边这个审计报告日呢 是基于他做了一些 这个在第二次段 他做了一些修改之后 我又针对他这个修改啊 执行了程序 得了一个新的审计报告日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注册快计师 修改审计报告 针对曹报表修改的部分 增加补充的报告日期 而原来的审计报告日期 是保持不变的 保持不变的 因为原来的审计报告日期 告知曹报表使用者 针对该曹报表的审计工作 是什么时候我就完成了 对吧 整体上 我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工作了 只不过呢 我新的审计报告日 为什么要增加了这么一个东西呢 是我在第二时段啊 又知悉了某些事实 管理层呢 做出了相应的 针对于这些 我知悉的这个事实啊 紧针对他们 哎 管理层做了修改 那OK 我又加了一个 哎 新的这个审计报告日 对吧 叫做补充报告日期 告知曹报表使用者啊 是自原审计报告日之后 实施的程序 仅针对曹报表的后续修改 那么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处理叫做 出具新的或经修改的审计报告 然后呢 在强调事项段 或者是其他事项段中啊 来说明柱子管理层 对期后事项的 实施的审计程序 仅限于对曹报表 相关的付诸 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修改 明白啊 这就是 要么就是说 这种情况啊 增加补充的报告日 日期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我在新的审计报告当中 来增加强调事项段 或其他事项段 为什么 我们还没有学到审计报告 但我们知道强调事项段 是有助于理解曹报表的 对吧 你说这个报表 它经过了修改 是不是相对来说 我强调的就是 这个报表当中 专门 在第二十段 被审计单位修改的那一部分呢 对吧 我就强调一下 告诉大家 你看啊 这块它改了 确实也改对了 恰当披露了 但是要告诉你是 这个时间点改的 对吧 所以我出了一个新的审计报告 那么另外呢 就是其他事项段 其他事项段是什么 是有助于理解住所 开始工作的 那也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有一个新的 这个修改的审计报告啊 或者新的审计报告啊 这个是因为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修改 我才出了一个新的审计报告 所以你看不管是强调摄像段 其他摄像段 都是可以说得通的 啊 这是这个 针对管理层修改 操报表 我们说这是好同志 对吧 那关键是管理层 如果不修改 不修改怎么办呢 我们又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它是不改 啊 而且呢 我审计报告 未提交 好像相对来说呢 还来得及 是吧 我可能是口头上告诉你 我审计报告日 已经之后了吗 我可能只是口头上告诉你啊 我们给你出的这个什么样类型的审计报告啊 或者是审计报告的这样一个草稿 对吧 但是我没有给你 比如说盖上我事务所的章啊 正正规规的这样一个 书面形式的审计报告 还没有给他 相对来说 我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叫做 比较的主动啊 这个主动当然不是说 这个程序上的主动啊 因为我没有 毕竟没有把这个 最规范的一个审计报告提交给他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管理层还不改 是吧 不改的话 那行 那我没给你 那虽然我告诉你 但是我仍然可以考虑给你最后一个 提交给你一个非无保留意见啊 考虑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再提交这个审计报告 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非常被动了啊 就是什么呢 管理层不改啊 真是气死人了 结果呢 我审计报告已经提交给 被审计单位了 相当于他随时都可以拿这个审计报告 带着他的没修改的报表 就报给资本市场了 对吧 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很可怕 明明他的报表当中有错啊 而且呢 他又报出去的是 我之前给他的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那么这样的话不就是 到市场就是大忽悠吗 对吧 把大家都骗了吗 大家会看到 哎 审计报告很好啊 结果报表是有错了呀 这个时候作为入手快 是一定非常的恼火 是吧 那怎么办呀 我们说这个水 是至少我们泼给了管理层了 管理层如果他加枪带棒的 直接拿着这个 我们给他的这个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再泼给资本市场 那就坏了 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注册会是声誉了 我就相当于我心里明明 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很恼火 我也做不了什么 真的做不了吗 我们来看看啊 说如果认为管理层 应当修改 而没有修改 并且审计报告 已经提交给了被审计单位 啊 真的是被动被动 非常的被动 啊 怎么办 我注册会是说了 就算这样 我也有办法 我可不是束手无策的啊 注册会是应当通知管理层和治理层 在财报表做出必要修改之前 不要向第三方报出 虽然我们把这个审计报告给你了 你必须给我改 你在必要的修改之前 是不允许报给第三方的 但是如果财报表 在未经必要修改的情况下 还是被报出去了 这个管理层不是做不出来的 是吧 那么这真的就是把这盆水泼出去了 这盆水当中明明是脏水啊 但是注册会是在那写了一个说 此水非常干净 这不就会让大家认为它很干净 结果喝了一盆脏水吗 对不对 怎么办啊 注册会是说了 我也不是吃素的 我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以设法防止报表使用者 来信赖这个实际报告 对吧 虽然这是我出的 但是我要想办法告诉大家 别信他 这不是自我打脸 这是自我救赎 当然这个救赎也是带引号的 这也不赖我是吧 因为我在审计报告的时候 没有知道这个情况啊 我是在审计报告之后 才窒息一个事实 我也跟他去沟通了 他去改了 但是他又不改 我也没有行政强制力 但是我可以什么呢 比如说我通过利用证券传媒等 刊登声明告诉大家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审计报告不能信 这不赖我 这是第二个时段的气候事项 我们再来看看 第三时段的气候事项 这个时候就是财豪报表爆出了 对吧 比如说4月30号之前 假设4月20号 这个报表已经爆出了 其实已经是到了第二年都已经 就下一年度都已经过到4月份 都快到5月份了 对吧 那结果你注册快还是得关注 是吧 就叫做第三时段气候事项 注册快师要不要关注呢 我们说 同样 更进一步的叫做 没有义务 针对第三时段的气候事项 实施任何的审计程序了 但是你想啊 注册快师 可能仍然会通过某些途径 某些方式 会知悉在报表 审计报告日之前 已经存在的事实 而这个事实 如果我在出审计报告日之前 知道这个事 在我出审计报告之前 因为它已经存在了 我可能那个时候不知道 但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的话 对吧 我就会修改我的审计报告 就说这两个必须同时存在 作为注册快师而言 才会将其认为是第三时段的气候事项 否则 比如说审计报告日的时候不存在 那注册快师不care 对吧 或者是什么呢 就算是有 但是呢 审计报告之前是已经有的 但是非常小的 不重要的 那也不care 对吧 所以一定是这两个同时满足了之后 就是审计报告日已经存在了 而且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 我就会修改我的审计报告 我绝对不会出无保留意见 我就会出这个非无保留意见 对吧 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 虽然你的报表 已经全部都破给了资本市场 但注册快师 首先还是要跟管理同志里头讨论 对吧 然后再进一步确定 报表是否需要修改 如果需要修改的话 问问他们如何来修改这个事 这跟第二时段的那个程序 是非常的一致的 非常的一致的 那关键是 我们说 针对于这个时段的气候事项 我们作为注册快师而言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已经是报表报出去了 对吧 得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注册快师才去care 对吧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义务去 指示任何程序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也要对他做出一个相应的讨论来 其实也是分为了管理层 修不修改 是这样一个考虑 如果说管理层修改 那是最好不过的 对吧 好同志 我们跟管理层讨论了 说你看这个事 在审计报告日已经存在 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 我一定不会出这个审计报告 对吧 那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现在 报到资本市场当中去的 这个报表是有问题的 而对应的审计报告 却说它没问题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去沟通啊 因为注册快师 还是要考虑自己的生育啊 还是要考虑资本市场的利益相关者呀 对不对 那管理层如果确实改了 那么注册快师就要看啊 根据具体情况 对有关修改实施必要的程序 确定修改是不是恰当的啊 然后呢 复合管理层采取的措施 能否确保所有收到原材货报表 和审计报告的人士 了解这些情况 就是说 你报表不是公布出去了吗 审计报告也公布出去了吗 那么你要改 对吧 你改完之后你也要确保 你改完之后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报表是改过的 对吧 是改了的 原来是有问题的 你要确定 确信啊 这个管理层能够通过一些方法 一些途径 让大家知道 这个报表是改了的 对吧 同时呢 如果他改 你考虑延伸 实施审计程序 并对修改后的报表 出具新的审计报告 啊 在特殊情况下呢 你修改审计报告 或者提供新的审计报告 应当在新的或修改的报告中 增加强调或者是其他事项段 来提醒 为什么改 对吧 啊 以及提醒 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原审计报告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啊 为什么要改了这样的一个报表 你看 这块跟第二时段的清后事项 也是比较 雷同的啊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管理层改 这种好同志的情况 当然还存在说 管理层真的就 破贯子破摔了 是吧 明明是有问题的啊 而且这个问题 在审计报告日已经存在了 我要知道的话 我就给他出非国保留意见了 那现在呢 我知道这个情况了 对吧 我跟他也沟通了 但是他就不改 他就不改 有没有这样的管理层 绝对有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注诉快失 跟第二时段也很相似啊 就是我不是吃素的 是吧 你该改 你不改 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来确保 所有原来受到这个报表的人士 了解到 我知道的这个情况 对不对 就是说 了解到这个报表 应该是这样来改 这个披露 他没有这样披露 对吧 也没有在注诉快失 认为修改的时候去修改 就是这些 他该做的都不做 那么注诉快失 就要通知管理层和治理层 告诉你们 你们不改 你们不作为 是吧 我注诉快失要作为了 我先告诉你们啊 我也不是说 敲敲敲敲的给你就做了 你不是不改吗 你不改可以 那我就设法防止 报表使用者 来信赖这个审计报告 啊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审计报告 出的是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 是因为这个事我不知道 这个事我出审计报告 之前我要知道的话 我一定不会 出这个无保留意见 对吧 那现在呢 我知道了 你们就别信 之前那个审计报告 告诉大家 对吧 当然如果说 管理层和治理层 已经就是这个通知了 而没有采取必要措施 那同样 我们也要设法 阻止 报表使用者 先来干 审计报告 这是第三时段 其实对于第三时段 和第二时段啊 我们说 这个比较的 类似 是吧 只不过呢 第二时段 相对来讲 这个注册会计师 他的这种 一旦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呢 他的这种主动性 还要强一点 是吧 到第三时段的时候 啊 就比较难了 因为第二时段 和第三时段 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就在于说 第二时段有可能 这个审计报告 还没有正式的给管理层 但是到第三时段的时候 就已经整个资本市场 都很清楚 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报告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的题题 来对前面学的知识啊 做一个巩固 多选题 下列有关 期后事项审计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来看选项 A 注册会计师 应当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确定 所有在曹报表日 至曹报表爆出日之间 发生的 需要在曹报表中 调整或披露的事项 均已得到识别 对吗 同学们 我们讲 对于期后事项 我们划翻了三个阶段 只有第一个阶段 也就是曹报表日 至审计报告日 注册会计师 负有主动识别的义务 而从第二时段 也就是审计报告日之后 不管是第二时段 还是第三时段 注册会计师 都是没有义务的 而你看这个题目 说 以确定所有在曹报表日 至曹报表爆出日之间 发生的 需要在曹报表中 调整或披露的事项 均已得到识别 对吗 错了吧 应该是 对于均已得到识别 仅限于在曹报表日 至审计报告日之间 对吧 发生的 你看 有发生这个词 所以 这个不对 应该是 仅针对第一时段 其后事项 B能说 注册会计师应当 恰当的应对 在审计报告日后 知悉的 审计报告日之后 知悉的 至少是第二时段了 对吧 恰当应对 在这个时候知悉 且如果在审计报告日 知悉 可能导致注册会计师 修改审计报告的事实 这个是对的 是吧 就是你要恰当的应对 但是并没有说 你要主动去识别 C 注册会计师应当要求管理层 提供书面声明 确认所有在曹报表日后 发生的 按照适用的曹报告编制基础 的规定 应予以调整或批诺的事项 均以得到批诺 我们要求 管理层提供这样一个声明吗 当然要求 对吧 这个声明是必须要提供的 第一呢 说在曹报表日 曹报表爆出后 注册会计师没有义务 针对曹报表 实施任何审计程序 其实我们到第二时段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义务 对曹报表 就审计报告一出来 我们就没有义务 对曹报表 实施任何的审计程序了 所以这要提正确的就是BCD 对吧 A呢实际上 是把这个气候事项 给它混为一谈了 我们说 负有这个主动识别的义务的 就只有第一时段 也就是曹报表日 至审计报告日 当然对于B呢 我还要做一个补充啊 就是说 注册会计师呢 应当恰当的应对 在审计报告日之后 也就是第二时段 第三时段 现在的这个知悉的 如果在审计报告日 知悉就可能会影响到 他的审计报告的 这样的事实 对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说的就是 我们在第二时段 和第三时段的时候 注册会计师 已经没有义务了 对吧 没有义务 实施任何的审计程序了 所以呢 注册会计师只有在 他知道了这个情况的时候 就是他 比如说经过一些媒体呀 或者是一些有些 这个机构啊 让他知道了 哦 确实被审计他们 还有这么个事 这个事呢 实际上在审计报告日 就已经存在了 如果那个时候我知道呢 我就会改审计报告 我就不会出这个审计报告了 对吧 他知道 他才去处理 他不知道 他就可以不处理 因为他没有义务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提干说叫做 应当恰当的来应对 你看他说了 在审计报告日之后 已经窒息了 而且在那之前 如果知道的话 就会导致 休盖审计报告 说明他窒息了这个事 对吧 当他窒息的话 那么就要去恰当的应对 是吧 所以这块呢 你要清楚啊 知道了 就去应对 不知道 就可以不用去应对 这是 这道题 再来看一道 多选题 下列有关 气候事项的 审计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 气候事项是指财务报表日 至财务报表报出日 之间发生的事项 对吗 不对啊 我们说 气候事项 财务报表日 至审计报告日 发生的 以及审计报告日之后 知悉的事实 对吧 所以气候事项 他不是这个说法啊 错了 B呢 气候事项是指财务报表日 至审计报告日之间 发生的事项 以及注册快吃 在审计报告日之后 知悉的事实 这个就对了 是吧 而且你要明白啊 这个 审计报告日之后 知悉的事实 它的意思是 在审计报告日的时候 就已经存在 而且注册快吃 将它作为气候事项去处理 恰当应对的话 一定是 在那个时候我知道啊 我这个事情已经存在了 而且它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将会影响到 我出去这个审计报告 对吧 所以这个B呢 它是对的 C 注册快吃 仅需主动识别 财务报表日 至审计报告日之间 发生的气候事项 就是说这个 第一时段的气候事项 是需要主动识别的 而且是仅需要 对这段事项 主动识别的 所以这个C 它是对的 第一段说 审计报告日后 如果注册快吃 知悉某项 若在审计报告日 知悉将导致修改 审计报告的事实 对吧 这不就属于 第二时段或第三时段 其后事项的 一个重要的特征吗 且管理层 已就此修改了 财务报表 改了 还不错 对吧 那么应当就修改后的 财务报表 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出具新的 或经修改的 审计报告 这个也是对的 随照题 我们说 A错了 BCD呢 都是正确的 感谢观看